记者10日其综合报导 U18进入超级循环赛 赛前捧以三胜零败并列第一的美国与南韩 台湾时间昨八日晚间九点交手 美国先发投手汉肯斯 Evan Hankins标出14K压制 南韩0比2遭完封 美国率先挺进金牌战 汉肯斯六局投出14次三阵 只被打两只安打 一次四坏球和一次出身球保重 美国牛棚也没给南韩上得点圈的机会 总教练斯坦凯维奇 Andy Stankiewicz表示 汉肯斯还年轻 有时候会有点情绪性的表现 但是他回复得很好 并持续面对他该解决的那些打者 对好球代也勇于出手 美国队对上南韩先发左头 郭冰打得也不轻松 前七局同样一分为拿 郭冰八 一局被打五安 送出九次三阵 失两分 紧易则失 开路先锋西亚尼 Mike Ziani 只说他很难打 虽然这次比赛我们遇到的组投不少 但他投的真的蛮好的 不过随着比赛进行 我们在打击上逐渐进入状况 安打也跟着出来 美国队在后天金牌战前 今晚将韩澳洲进行最后一场循环赛 南韩则将在明凌晨一点出战日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